目前 選民對阿根廷貨幣缺乏信任 該國已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 9月通脹率高達138% 現任經濟部長馬薩代表的左翼執政聯盟 不但加入中共一帶一路計畫 並停止用美元支付中國進口商品 改用人民幣結算等做法 希望能夠穩定經濟 卻事與願違 在初選領跑的總統獲選人 極右翼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雷伊表示 這些他完全不買單 並主張凍結與中共的關係 米雷伊的證件包括經濟美元化 結束貨幣管制 關閉央行 大幅削減支出 並贊成放鬆槍支管制和實施更嚴格的墮胎規則 67歲的前安全部長布爾里奇的證件也主打經濟穩定牌 並將嚴厲打擊犯罪作為競選綱領 他向英國《金融時報》表示 在最新的中國貸款中 部分條款寫得並不清楚 他在當選後會重新審查它們 他還希望取消加入金磚國家集團 還要調查近期數十億美元的國家貸款 阻止中共主導阿根廷的關鍵經濟領域 這次選舉 候選人需要獲得45%的選票 或者40%選票 但須領先第二名10個百分點才能獲勝 否則兩名得票最多的候選人將進行第二輪投票 新潭記者李梅 高玉綜合報導